下面我们先为我们的程序创建两个按钮 那么对于这两个按钮呢 我们使用两个A标签的元素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样子 这两个按钮的文本分别是reset和show 它们放在这个A标签中 它们都属于button这个class 同时它们的ID呢有区别 一个叫做resetbutton 一个叫做showbutton resetbutton在点击后会响应一个函数 叫做resetshowbutton在点击后会响应show这个函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按钮的样式 打开sss文件 那么首先我们先添加button这个class的样式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buttondisplay是block 同时我们依然使用绝对布局 position是absolute 那么我们的button要放在converse的上面 所以在这里zindex更大一些 我们用200 之后我们固定这个button的大小 采用宽是100高是30个像素这样的一个按钮 下面是一些基本的设置 文本颜色是白色的 text decoration是none的 同时居中对齐 lightheight和按钮的height保持一致 都是30个像素 最后呢让它成为一个圆角的按钮 这样我们就设置好了button这个类 那么对于这两个按钮特殊的地方呢 我们进行分别的设置 首先我们看一下resetbutton这个样式 那么它的位置离左边呢是200个像素 离下边缘呢是20个像素 同时呢给它设置成这样的一种蓝色 那么为了有一定的这个交互性 在hover的时候这个蓝色呢稍微变得浅一些 设置这样一个伪类的样式 同理的我们的showbutton的样式和resetbutton非常非常的像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最大的区别是它的位置是离右边缘有200个像素 离下边缘依然是20个像素 那么这个showbutton我们设置成是绿色 同样的当我们hover上去的时候 颜色产生一个变化 这样这两个按钮就设置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个按钮就这样放在了我们的converse上面 那么同时在鼠标hover上去的时候 颜色呢有一定的变化 下面我们来看看具体的交互逻辑 我们要具体的实现reset和show这样两个函数 打开js文件 我们首先来实现我们的show函数 那么这个show函数呢我们暂时不考虑动画 show函数的作用就是完全的来显示整个清晰的图像 盖住下面的模糊的图像 在这里呢我想复用之前设计的这个draw函数 但是draw函数绘制的这个图像呢 被一个clipping region一个简辑区域所控制的 那么我们为了要能够显示出所有清晰的图像 我们就要让这个简辑区域呢非常的大 那么为此呢其实我们只需要让clipping region的r这个半径值变大就好了 大了大家可以选择一个非常大的数 十个万或者一个亿都可以 不过大家可以简单的想一想 由于我们整个图像现在呢是600x800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让我们的简辑区域的半径是1000就是足够安全的 这个1000呢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图像600x800的对角线的位置 用勾股定理算出来的 那么此时不管我们的原先落在哪里 我们这个半径是对角线那么大 那一定就覆盖住了整个这个图像的面积 这样一来我们再调用 做函数那么来挥制 此时这样的一个简辑区域中的image 整个清晰的图像就全部显示出来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初始化依然是这个样子 下面我们点击一下show以后 整个清晰的图片就全都显露出来了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reset这个函数 我们的reset函数是重新进行一遍这个过程 那么其实呢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呢调用一次initconverse就好了 也就是重新初始化一遍这个converse 但是呢这里头要注意 由于我们的剪辑区域是在这个函数的外面进行定义的 而如果我们点击show以后 这个剪辑区域呢就发生了改变 所以我们每一次reset之后呢 还需要对这个剪辑区域进行一次归位 在这里呢我将这个归位操作呢 也放在了initconverse这个函数里面 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 我第一次调用initconverse的时候 也会进行一次这个clipping region的设置 仍然是现在呢我还是使用硬编码的方式 之后呢我会使用随机的方式来设置这个clipping region 那么这样大家就可以想象第一次也是随机的 之后我每一次点击reset之后 进行initconverse这个clipping region就都是随机的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我点击show之后 整个清晰的图像可以显示出来 之后我点击reset以后 又可以进行一个归位 但是现在每一次reset我们的这个clipping region 都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相对比较枯燥 下面我们来让clipping region是一个随机的位置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是我们让这个clipping region的 原心X的位置呢在0到800之间做一个取值 我们可以这么写 另外呢对于y让它在0到600之间进行一个取值 非常的简单 不过这样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小问题 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 我们让我们的简辑区域的原心在0到800之间 0到600之间来取值 那么在大部分情况下呢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 这个简辑区域呢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这个原心在非常靠边界的地方 这样一来我们的这个整个简辑区域的原在我们这个图像中就只能显示出一部分了 那么有可能用户对于这个边缘的地方不够注意 那么这个用户体验呢就不够的好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个最好的方式是我们让我们的简辑区域的原心落在这个图中的绿色的这个范围里 也就是说在最极端的情况这个简辑区域的原心在这个角上 它离我们整个图像的边界仍然有半径那么大 这样一来我们的这个圆永远不会有一部分落在外面 也就是最极端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生成这个随机的原心位置 让原心的位置在这个绿色的方块的范围里呢 在这里大家可以先不用去考虑这个方块它的这个平移的位置 先来考虑这个绿色矩形的长和宽 也就是我们这样思考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绿色的矩形 它的长和宽应该分别是700和500 这是因为我们的半径设置的是50 抛去上下两边左右两边各50个像素的这个位移 那么我们应该在原有的矩形的基础上各减去100个像素 这样我们只是在0到700 0到500之间进行了一个随机操作 但是我们实际的矩形区域是这样的一个范围 离左上角有一个半径宽半径高的一个位移 为此呢我们只需要在刚才生成的xy的基础上 再各加一个50的位移就够了 这样一来我们生成的这个坐标点就在这个绿色的矩形范围里了 这个数学过程如果大家想明白的话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不是特别清楚的话 可以再仔细的思考一下 下面我们来写代码具体的实现一下 根据刚才的分析我们只需要生成的这个x是乘以700再加上一个50半径 y呢相应的是乘以500再加上一个50的半径就好了 当然了有的同学应该也已经看出来了 在这里我使用了太多的这样的硬编码的方式 这个程序呢其实不够好 为了让这个程序在后续的作业中呢更加灵活 在这里呢我先设置一个新的变量 这个变量呢叫做radius也就是半径 我们出现的这个50呢都用这个变量来表示 那么我们把这几个50都替换成我们新设置的这个变量 在之后大家也应该能看到 这个700呢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converse的宽 相应的值减去两倍的这个半径 而这个500呢是我们converse的这个高 再减去两倍的半径 好这样设计以后我们给断一下行 这样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们的这个cleeping region相应的设置呢 就只跟converse的宽高 以及我们设定的这个变量相关了 我们以后converse图像大小产生了变化 我们这部分代码呢根本不需要改变 另外呢由于我们在init的时候 对cleeping region的值进行了重新的设置 所以这个初始的值呢就不重要了 在这里呢我为了让大家看到这个初始的值并不重要 我给设置一个看似不那么合理的值 在-1-1这个位置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吧 现在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我每一次点击reset之后都会新的随机一个位置 并且呢这个位置的圆肯定不会有一部分出这个图像 那么我点击show之后 整个清晰的图像就显示出来了 是不是非常的酷 当然了其实这个程序还不够酷 我们下面就要对show这个方法加上一个动画 让这个过程更加的酷 大家加油 谢谢大家